《水晶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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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准提佛母法 就比较相应 因为它里面是黄线 外面是透明的白 准提佛母它的本尊身就是黄白色 实际上不是黄又有白 那怎么是一个颜色 它是透明黄 透明黄色 这个黄丝线对着透明水晶 刚好修准提佛母法 相对来说比较相应 这叫全息性 那么待会儿呢 比方说我们持一些咒 有21遍 有108遍 所以这个数字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就是防止你的业力纠缠 使你懒惰 有的人是在修准提佛母法 念咒念了几遍 念了三遍就不念了 念了五遍就不念了 那是否相应 这个是很关键 你无论持念多少遍 那你是否进去了那个清净无为的空明 无人无我一片光明里面 如果你一念 能够进去 那你一遍不念就可以了 就大圆满 圆满次第的修法了 但是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根基 所以你都是要通过持咒进去这个境界 不要再这个变数 但是你不可以说 师父你既然不讲变数 我就不讲变数 但是你不讲变数 你的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就变成无念 这个无念不是进去空明之后的 圆满次第的无念 而是你自己失念了 失去自己的这个念头了 是业力障碍现前 你就进入昏沉和调局 在那打妄想叫调局 睡着了叫昏沉 因为你在修法的时候 你修着经常中断叫调局 或者睡着了叫昏沉 那么都是原心债主在捣乱 所以是配合着这个念珠 一定要把数字念完 就不是念几声就在那昏沉调局了 念念都在这个空和明体上面 所以为什么要用水晶念珠 在古代皇帝才会有 因为他也练术没有 所以他就要用天然的 透明的这种水晶念珠 现在科技给的我们方便 不多钱 几十块钱你就会拥有一条 所以要学着贵自己 尊贵自己 这些东西 那我为什么经常 大家会看到我佩戴一条念珠 在自己的这个身上 那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作用 那么你经常持念的这个念珠上面 等于是和诸佛菩萨的谈诚是相连接的 和护法神是相连接的 所以你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那么它就有一个护心的作用 就是你的心脏 你的胸腔 这个心神所在的地方 正中的中丹田 喉咙 乃至你的头部的 整个的都在这个 你们知道孙悟空给唐三藏画了个圈 都在那个保护圈里面 金刚圈里面 它有护持你 不被邪灵干扰你的思维 不被他们左右你的心意 这样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戴着好看啦 或者是显摆自己 不是 它有它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你们将来在法界真正修成 这个身外有身这样的层次 你会看到你在法界去护场 或者去救护一些人 你的念珠就是一种法器 它抛出去就是一种武器去使用 所以大家要习惯于念咒念经 这个不光是个技术器 它实际上是一个修炼的法宝 所以在我们的准提佛母的十八只手里面 还有一只手专门持什么念珠 念念清净 念念透明念光明 所以这种水晶念珠配用 所以大家要把它准备好 一个准提镜一个念珠 那么这个是必要的 谢谢大家